你们知不知道人的脑袋挂是有内存的 你的脑袋挂跟我的脑袋挂区别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内存不一样 有的脑袋挂是64个基 有的是128个基 你知不知道中南就有两个大脑 他会同时干两件事经不会出错 这个口语家已经简朴过的 爱因斯坦的大脑容量是我们正常人的三倍 这个脑水就是内存不一样 那我现在反问你 什么东西最容易沾内存 是视频还是图片还是文字 视频 所以你们家的小孩如果天天看视频 那个老大瓜很快就完了 内存就满的了 就让你的小孩看书 假设有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叫张三 一个小孩叫李世 假设张三就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李世就看那个书三国演义 看完以后他们两个小孩是不是 未来都懂得讲三国演义的故事 同意不同意 那个看电视连续剧的人 他一切都是具体 比如说看老板三国演义 他一看到那个诸葛亮 他想到的是唐国强 他一讲到曹操 他想到的是那个报国安 一讲到关语 他想到的是那个陆树铭 能不能听懂啊 而你是看书的 曹操是你自己独有的曹操 你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你不会把曹操等于那个演员 把诸葛亮等于那个演员 你不会 所以看电视连续剧的到最后 你的老大瓜没有想象空间 看书的人老大瓜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一个人只要有想象空间 他就有创造力 只要没有想象空间 他的脑袋就是死脑袋 没有创造力 所以从今天开始回去 不愿意让小孩看视频 也多看书 而且不沾内虫 到今天为止 我都特别喜欢看书 你现在里面有没有发现 很多小孩子 天天看视频的 那个你看那个 带入木槿 像傻子似的 老大奔头奔老的 不灵光 所以从现在开始 把家里面的电视机砸掉 变成书柜 我在全中国到处呼吁 客厅变书房 回去把你们的客厅 电视机扔掉 变成书柜 像这个样 先摆着书柜 比你摆个电视机 留白兜了 不信你回去试一试 要不了多久 你家的小孩 悄然发生改变 好 开放一分钟时间 想一想 你们家客厅怎么砸 好 开放